你知道嗎 我們接你去別的地方住 這邊門鎖起來 沒關係的 自己晚上就回來 灿樹颱風步步 逼近台灣暴風圈很少 台灣東半部 花蓮縣吉安鄉下午3點 進行日防性撤村 位在迪瓦地區的榮光社區 以及突出有警戒區域的 太昌村、福星村、南華村 總共100戶住家355人 全數撤離 有很多的家人是在上班上課的 所以在下班之後 我們可能還要再進行第二波 大雨不斷落下 居民背著幾件簡單的衣物 帶著貴重物品 在國中的協助下 搭上軍車離開村莊 鳳林鎮下午 預防性撤離78位居民 受林鄉也預防性撤離 水源村、銅門村、文藍村 三個村莊 總共70戶 112人 花蓮市區下午 開始出現間歇性大雨 市區的商家 擔心參數颱風接近後 風雨會越來越猛烈 趕緊騎來吊車拆除巨大招牌 明天風大雨大的話危險 還是畢竟人命最重要 為了安全起見公路總值11號晚上10點後 預警性封閉 台八線中橫公路 大概零到太魯閣路段 台九線和台九丁線 蘇華路廊 另外台11線海岸公路 由於易受到長浪攻擊 也不排除會進行機動管制 或是預警性封閉 小鋼炮型的 參數颱風結構紮實 平準風力可達7級以上 鑽風更是來到時機 東半部居民體型吊膽 做好防臺萬存準備 記者留幾道 旅結花蓮報導 旅遊